各位,在我翻譯這本法國革命的反思去到差不多第三百三十多段的時候 剛剛講到這個國民議會的新革命政權 他怎樣去創造一個全新的司法制度 怎樣去破壞了原本的獨立的司法 同一個時間,黎智英被捕後第一宗案件審結 就是關於將軍澳的蘋果大樓所謂欺詐案 判了他五年多接近六年的監禁 我看到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政權要打壓那些政治上的反對力量 他們不是好像暴政,秦始皇,焚朱坑儒 或者我們講夏傑相袖,古羅馬的尼陸王 暴君焚成六不是這樣 他們是有一些技巧,是有一些計劃,是有一些安排 不是赤裸裸的刀刀劍 其實你看到香港的法例,隨便你去看看 我們走上一輛公共小型巴士裏面 如果他有安全帶,而你不扣安全帶 他最高的監禁都是六個月 但是由香港開埠到現在這一刻 我相信是曾經被人,不要說坐六個月監禁 被人判處是要坐牢 因為沒有安全帶 是一宗這樣的案件都未曾試過 所以其實這些法例存在很多原因 但是最重要的是那個法庭和法官 用什麼形式的存在 本來的法國 有很多人說你說這些 好像是否強行把它砌在一起 那你覺得是就是了 我自己就是說 我為什麼要翻譯這本法國革命的書呢 就是說其實有很多人類社會裡面 一些不公義的邪惡的東西 是可以互相抄襲和仿效 還有一些東西是一默相性的 就是說現在加在黎智英身上的那種打擊 其實不是中國固有的傳統來的 這種的運用自如的 用司法系統作為武器這種做法 我就說一到我亦到那一段的時候 就怎麼說呢 原本我們講法國 他在這個大革命之前的那個 被人家任何現在現代的知識分子 也都將他踩到一無是處的 那個舊的政權呢 就是一個 就是專制君主的所謂 但是其實是怎樣的呢 他是有13個 那些叫parlament的高等法院 這個字的字元 從英國的parlament 是同一個字元 但是他不是這樣解釋的 他是解法國的法院 在這個意義上 那那些法國的高等法院 十三個 巴黎本身有一個不同的地區 又有十三個 就是法國最高的司法機構 他們雖然由法國的君主 鬼淫 但是他們是完全獨立的 任何人都不可以干預他的判決 還有那些法庭本身 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慰望 那這個呢 法國是不是好呢 我又沒有 是不是完美呢 當然不是 但是這個東西 就被新的革命政權破壞了 他把這個高等法院全部拆硬了 然後呢 他建立一個自己 遞屬於國民議會這個新的革命政權的司法系統 不過呢 他就 就是有很多法官呢 都可以過渡到到去新的那個法律系統裡面 然後呢 他就大量審訊那些政治犯 他審訊那些政治犯呢 他那些法官呢 是沒有了那個獨立性 表面上就沒有說我要你定罪 但是呢 這個新的法庭是專門處理某一些案件的 這些法官呢 委任處理某一些和這些案件有關的事情 但是那些案件又未必一定全部是威脅國家安全的 那我看裡面那些案例 其實根本就好像香港一樣 原本的法官 現在就效忠這個 中共 原本的法庭 又繼續運作 但是又有些國安法庭 那那些原本的法官有些委任去做國安的法官 還有呢 那些國安的法庭呢 又可以審一些商業欺詐罪 看不看到啊 就是全部的事情呢 就是說他搞到好像有文有路有章有折 其實呢 最重要就是去到一處呢 令到法院法官呢 是沒有了個獨立性 還有呢 在未審案之前 只要那個犯人 是牽涉進去 是由那個政權捉回來的 就是政權的敵人 政權捉回來的呢 一擺在法庭上都未曾開審 就已經知道結果 然後就把那個現存的法律去到最盡 他給他最大的刑罰 那呢 Edmond Berg那裡有講的例子 就說 他不知道真是假的 他說 如果有些法官呢 是想自把自為 自己獨立去審案呢 他們呢 就會有生命的威脅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就是說 他發覺有些例子 就是當地的人報導的例子 就是說 法官定了無罪的人 是定了無罪的了 不過呢 在法院大樓外面被人吊死 就是說 我明明法庭裡面是 quit了 但是呢 出來就吊死了 那就是說 你還敢不敢判他無罪 判他無罪 他都會死的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就是 再加多一件事 更難的 就是整個國民議會 和他們的行政系統的 那些領導人 這個革命政權裡面 實際掌權的人 是不受這個司法限制的 就是說呢 他是獨立在法庭之外 就是說呢 那些 禮不 刑不上大夫 但是這一幫人呢 其實就說他是 自由民主 博愛 就說他要剷除了 那些舊的專制 舊的特權階級 就是把皇帝打在地 但是在白黑寫這本書的時候 那個奴役十六呢 還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 還有呢 他還有一個權力呢 是 是可以 行使他的否決權 和委任 那些法 怎麼說呢 是頒布一些法令的 但是那些法令呢 就由國民議會那裡 寫好了 然後讓他做 就是說呢 他就變成了一個快樂皇帝 就是等於 本周國的抱怡 差不多 但是呢 他仍然呢 是有一個作用 因為當時 就是 仍然在爭辯 要共和 要君主 最後呢 玩殘玩謝這個奴役十六 還有他又想走呢 於是 就 將他困在牢 然後就是 霸絕了他真正的國王的地位 然後正式變成一個共和國 然後就 用回這些法庭去審判這個以前的國王 然後最後呢 就上斷頭台 就是說呢 其實整個法國的司法制度 在1789年和之前和之後呢 其實呢 你希望呢 就應該要找回那個君主專制的法庭 因為起碼那些法官法院呢 是不需要聽那個國王說 是不是 可以做很多事情呢 是自把自為去判 至於他判那些 是冤案 錯案 還是公正 言明呢 其實他自己才知道 是不是 但是 如果 當個法院是compromise 所變成的行政機構 所指揮的一些工具呢 而呢 他用回這樣的 一些這樣的 巧呢 就是二百多年前的巧 跟現在的沈黎智英是一模一樣的 他都要有一些戴假髮的人 穿一些黑袍 都要有一個這樣的庭 而拿回這樣的法例出來 是不是 做一台戲 那我想 講一下呢 就是說 因為 現在很多人都在爭論一個問題 現在中共這個政權的本質 究竟從哪裡來呢 那如果我看到呢 就是說 如果你 由這個法國大革命上 就是革命成功 怎樣去鬥那些政治犯 怎樣去瓦解原本的反對力量 怎樣去開動所有的宣傳機構 還有怎樣去操控這個司法系統 還有怎樣去抹收那些財產 然後就是 就是 以平等的 就是一些口號呢 就說分給你 但是結果又分不到給你 然後就製造一些經濟的問題 就是 就是很多 很多東西呢 就跟後來的 共產主義運動 所製造的那些權體制呢 基本上是大同小異 而整件事呢 他們最能夠做到呢 就是用知識分子 用一些政治宣傳 用出一些單張 還有呢 是由上而下這樣去灌輸 洗腦去教育 是不是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呢 中國古代呢 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還有呢 這些 用一些這麼 巧立明目的 就是 此是而非的 司法制度 去 規範那個社會呢 以前都沒有的 但是當然呢 法國的 最後 的結局呢 就好過 俄羅斯的 後來變成蘇聯 和中國很多的 雖然呢 這些全部都在那裡學出來 那為什麼呢 原來就是因為那個民主呢 是被扼殺了的 因為呢 就是 在這個恐怖時代 就是當那個革命政權 已經是自己 自相殘殺 去到亂到 不能再亂 而軍隊也很不穩定的時候呢 就出現了一個天才的政治家 這個叫拿破崙 拿破崙呢 他就是得到這個 就是實際上 可以控制管理 以及 就是 運用那隊軍隊呢 是保衛了 法國那個 國防 是吧 令到法國呢 就是鞏固了 他那個 政權的 就是對外的 那種的 那個存在呢 是 製造了一個 安全 甚至呢 就是出現了一個 強勢 那這個都沒有在他 登基做 皇帝之前的事 那你慢慢呢 就把所有的行政權力 就歸於一身 變成一個 一人的獨裁 那這個 一人的獨裁呢 你看到 拿破崙和 一些 古代的暴君 有很大的分別 因為他本身呢 對法國來說 有一種的 承擔和理想 還有呢 他不是一個 很殘暴的政治家 他的權力呢 亦都是 行使 即是說 這個是一個 個人的成就 他透過他的權力呢 就改革了 司法系統 訂了一些 新的法例出來 那些新的法例 其實呢 就是由 當時的法律專家呢 是自己 就是透過 由羅馬帝國開始的 歐洲的法律系統 和習大成 這個 所以呢 他本身是一個 想 為國家做很多事情 而不是說 因為他自己要 得到一些 無限的權力 而得到滿足 還有他沒有一套 意識形態呢 是要將他 加在那個國家上 就是說 一定程度上呢 他是透過 集中的權力 在他身上呢 就將這個 1789年的革命呢 將他整個 退回頭 就是說 他利用革命所 在裡面的 團力 散奪了這些 權力之後呢 就實行一個 反革命的 倒退 的一個政治措施 然後建立了 一個新的帝國 這樣法國 就避免了一個浩劫了 但是後來 去到 1830年 這個 馬克思呢 就開始是 尋找這個新的理論 那麼呢 就是 當時 這個 克格爾 就英年早逝 因為 染了霍聯 馬克思去到這個 柏林大學的時候 就找了 克格爾那些 門徒 成為他的 導師 於是 隔代遺傳 就變成了 年青克格爾的信徒 那麼你連青克格爾的信徒 分為左右兩派 那麼 馬克思呢 就屬於一個左派 那麼他就吸收了 克格爾那套歷史的辯證法 然後將他改頭換面 顛倒了呢 就變成一個歷史唯物主義呢 是一種國際性的傾向呢 就是將一種這樣的 革命的思想 極權的制度 和一種的 有意識地去 去實行一個科學的改變人類 命運的實驗 這件事 一直這樣退下來 然後呢 就去到 一些 因緣 祭會 一些很湊巧的原因呢 第一次世界大戰裡面 這個 這個沙俄的尼古拉斯二世呢 很多創意的判決 所以呢 也都是一個德意志帝國呢 就為了要打擊他的敵人呢 就將一個 布爾什維克的領袖的 一個很 一個也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 這個列寧呢 就運到進去俄國境內 是吧 靠中德國的密封火車 於是呢 俄國就成 就是 在第二次革命之後 一個真空旗 然後呢 就被這個布爾什維克 利用很多手段去奪權 而呢 我們看到呢 法國大革命裡面 那些倒行逆施 那些說一套做一套的事情 那些恐怖的手段 去打擊政治上的敵對勢力 那些整套東西呢 你們看回這個 我看很多 就是歷史的著作 講這個布爾什維克內部的辯論 列寧斯大林 和這個 托洛斯基之間的對話 其實他們就是說 怎樣去好好地參考 這個法國大革命的經驗 然後避免犯他們的錯誤 吸收他的長處 他甚至連這個斷頭台 都打算搬到蘇聯 不過後來想一下 不是很好 我真的看過他 喂 斷頭台都拿過來 好嗎 整個抄進去 所以你看到 這些這樣的革命思想 這些這樣的 改變人類命運的 一種這樣的 理想主義的行為 其實就由 法國大革命開始 這個病毒 就是經過馬克思 就傳了進去 俄羅斯 然後在俄羅斯那裡 就傳了進去中國 而我們看到 在49年之後 中共政權成立裡面的 他們的土改 他們的鬥地主 他們的 怎樣去 對這個資產階級專政 怎樣去玩弄 用那些民族資產階級 然後把那些 財產充公 然後怎樣去運用不同的手段 去令到那些群眾 互相之間鬥爭 還有怎樣去消滅 原本的傳統文化 整套東西 都是一直這樣上來的 所以呢 這件事情就是 中國共產黨的 這個邪靈的基因裡面 其中一部分 就是來自浪漫的法國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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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